迷醫說話好存聞 一開口就得罪人 其實我還滿和蔼可慶的 可是我門診沒有限掛 所以我一進去之後 第一件事就看我列的 那個後診病人有多少 心裡在講 今天一個病人五分鐘 你進來到出去 一定要五分鐘解決 不然我就開始延遲了 其實延遲我下班時間 我不會難過 可是我會看到那個 護理師 護理師 我很多心態 他們那個都要 趕著要回去陪小孩 你會覺得他們的臉 所以你就必須在 很趕 從第一個病的時候 開始趕進度 就是校成剛剛那個 可能只是一些過敏性別人 你說三分鐘看完 可是有沒有想過 一個慢性腎衰竭 尿毒症要洗腎的病人 你有沒有可能 給他三分鐘看完 或五分鐘 這個是非常難的 那一天就有一個 兒子帶著一個 七十五歲的媽媽 他來的時候 他不是拿一對問題 他是拿一對病例 他已經在其他 醫學中心都看過了 他拿來給我看 然後包括超音波 驗血驗尿那些 他說他去其他醫學中心看過 然後那個他們都說要洗腎 要準備做樓管 可是他媽媽真的很不想洗腎 很不想做樓管 那請我看 那我光是把那些資料翻一遍 就花不少時間了 然後看完之後 我看到一個 腎臟萎縮 兩邊腎臟 剩下七公分 我看完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也不想花很多 你如果講得越多 他會問越多的問題 我就是說 目前已經到 而且媽媽已經出現一些尿毒症 噁心想吐水腫 兩條路 一條路是現在修住院 去坐樓管 準備要洗腎 那第二個是 他可能可以先回去 可是任何傳起來的時候 你就要到急診室去洗腎 然後他一直在講說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治療方法 什麼幹細胞什麼 飲食要怎樣 他又問了一大堆問題 我要給他很確定 沒有什麼其他選擇了 腎臟萎縮就類似樹葉枯黃掉了 除非我是神仙 可以把你的枯黃的樹葉 又變活過來 不然只有血液透析 或腹膜透析 一定要洗腎 那當然媽媽聽到這個又哭了 那他又有很多的問題 希望我再安慰他一下再問 可是護士小姐 臉色已經大變了 那我當然我就跟他 他再問我 還是重複跟他講 若要活命 只有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 好 那兒子非常不高興 他媽 走啦 走啦 那個醫師 哪有醫師講到那麼直接 那麼無情的 好 我們走吧 然後結果離開了 這件事是幾年前的事情 其實對我影響還滿大的 我換位思考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我是那個兒子 或是我也覺得 那個醫生還滿無情的 可是我真的是急著把他 我認為我後來評估一個 第一個你出診 看到一個腎衰解禁 要到要洗腎 你要讓他接受洗腎 他不知道什麼是洗腎 什麼是腹膜透析 對 那有沒有這樣 那我後來我就在我自己的診所 約一個特約門診 我一個小時只看一個病人 那他可以把他所有的病例 都帶過來 我好好讓他問到寶 然後我告訴他 其實這種門診完之後 他就不用這樣 一直各個醫院都看 他這個三種 你看榮種 你看台大醫 可是每個醫師都給他五分鐘 那給他的就是 絕望失望 那他也不曉得什麼是 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所以這個這件事 當然也我是覺得 不是病人的錯啦 我們其實台灣的醫療環境 真的是看得太快了 那醫師講很肯定 很快速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會誤診 那真的會出現一些醫療糾 洪醫師那個診 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 太貴了 真的嗎 有沒有人來看 他們一定要開特別門診 就是你可以花很多錢 但你要付一點費 是 要不然你算喔 你看剛剛校成排隊 都排多久了 對 以前陳如正義醫師所講的 大家就想排短看問久 對 可是我後來就排很長 問很短 所以有時候你也體諒了 將心比心想想看 別人的工作 所以他後來開放特別門診 你們既然愛問多久 都 我跟他一樣 資深以後 我們會希望解決病人問題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其實來 他是更年期 很多問題 更年期照門診 其實大家都不太愛看 為什麼 更年期來的主述 常會從他青春期開始聊 然後青春期講到更年期 要講30年 沒有你那麼久 但是會聊很多 那那個病人 我特別讓他講了15分鐘 結束以後 我的更人護理人員跟我說 院長你幹嘛讓他講那麼久 但是這個案子 我為什麼特別 因為我聽得出來他很煩惱 我們醫生看久 關其牡子就知道 他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連家裡的 發生的不幸 先生的不幸 小孩的不幸 全部都算在這裡 那我一聽就知道 這個不讓他好好談 我說他會以後 去找別的醫師 搞不好去找姜醫師看 我是為了救 她是自產科的 妳那邊很多肌肉去找你 而且我跟妳講 更年期久了 會胸悶 胸悶 那個內內會長 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案子 我就花了20分鐘 那護理人員跟我說 我其實跟他講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在這邊 讓他終止掉 告一個段落 其實他會再去到處找 其實對他是困擾的 那我要講說 其實在醫生之間的溝通 各個人不太一樣 罵人多不多 有人罵得很有藝術 有人被罵得很高興 我之前 我們現在醫院 有一個很有名的名醫 他以前 他對於 體重控制也嚴格 他的門診一句最有名的話 這年頭 懷孕沒有好好控制體重 只有 你是哪一個 好狠喔 知道 很兇惡 但每個人 春夫跟漁婦 他都當得很高興 這句話後來 有稍微採用一罐 這年頭 不好好控制體重的 我的朋友說 只有春夫跟漁婦 你覺得你這樣好嗎 陳醫師 你自己也那麼胖 怎麼會這樣 於是我就說 對啦 你是漁夫啦 所以說醫師態度不一樣 因為我那個同仁 他身材保持得很好 他有這個尬扯可以講 這什麼 我們就比較愉快一點說 好啦 你盡力就好了 好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 體重增加 以後之後一定要還回去了 還有我都跟他講 你不要認為 老公會喜歡胖胖的女生 老公跟你說沒關係 那都騙你了 所有老公都喜歡 身材比較健美一點 比較好的人 所以為什麼這些東西 你們就要很小心 第二個就是說 他吃胖以後 你要怎麼樣去跟他溝通 這就是我們年紀健身的 一個秘訣 這個我要看了一下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婦科的名醫 有時候講話很急車 我以前有一個前女友 陪他去看醫生 因為他在裡面看的時候 我可以在旁邊這樣看的這樣子 後來因為他是黴菌感染 女生有時候會黴菌感染 黴菌感染的原因就是 因為牛仔褲穿 夏天的時候也穿牛仔褲 然後這樣 門著 那邊會好像棉墊 然後就悶壞了這樣 結果我那時候前女友就問她說 那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 這個為什麼會有黴菌感染 你說那個醫生這樣講什麼 那跟香港角的那個黴菌是一樣的 那你講完之後 女生要崩潰 是一樣的啊 他就講 是一樣的不能看這個菌 為什麼要這麼瘦容 你這樣子跟女生講說 然後你的黴菌 那個地方的黴菌感染 跟香港角是一樣的黴菌 雖然是一樣的 那聽起來很怪 好不好 我們通常是會這樣講 其實黴菌空氣中都有 你看麵包放在那邊也會發霉 所以病人有的比較能接受 因為有時候這樣講的確 他就我們會往你那邊看 他會怕是你的香港角 纏到很難 所以他們也懷疑有一些奇怪的情緒 不是 我那時候看我前女友 這看就覺得他是有香港角 這關鍵在很多醫生講話 比較簡短 簡淚 他是講原理是一樣的 但不是說因為香港角 造成那個地方這樣 不是這樣 因為說原理是類似一樣的 因為都是 由於潮濕跟抵抗力下降 這兩個兩大醫術 造成一個黴菌感染嘛 就像我以前常常在 媚診的時候會說 後來有病人跟我說 他感覺怪怪的 有一個很好笑的就 他跟人家說 你看陳師說我指控筋很漂亮 是指控筋界的名模 我說我沒有這樣講 沒有 但是有人會說 指控筋這樣用漂亮 他覺得很尷尬 所以以後我就會修正 我說你指控筋很健康 然後大家會這樣修正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談吐之間 會沒有注意到 所以大家互相修正 所以醫生還把那個癌症的 那個影像說 好漂亮 好典型的那個癌症 變成說我癌症還很漂亮 因為那個影像會長典型的 所以醫生說 這個很漂亮的一個案子 所以醫生不是這樣子 對 就像我們之前剛剛講的 他有時候照那個腎 你腎滿飽滿 很漂亮啊 那誰腎啊 有 其實我覺得我每次看免疫 都是有不好的經驗 像有一次我就是外景 出外景然後膝蓋受傷 然後為了看那個免疫 他要先掛號 然後你要等很久 你還不能就是已經很痛了 然後還要可以當天處理 他是要先掛了之後 然後隔好幾天 有他的診的時候你才去看 然後去到現場的時候 又等好久 然後進去的時候呢 我就跟醫生講說 醫生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外景好像有一點激烈 妳真的等了兩三天嗎 真的啊 就是為了掛他的診 等了兩三天 然後到現場還等了好 就是一兩個小時這樣子 然後就剛好進去看到了 然後看到了之後 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的情況是怎樣 我出外景 然後不小心就是膝蓋受傷 然後現在很痛 很難過 然後他就 面無表情的 他就用他的筆喔 在畫我的出生年月日那邊 來 你自己看 你看 你現在幾歲了 你以為你還是年輕人嗎 你已經是幾歲了 你自己說你幾歲 妳怎麼不講啊 幾歲啊 然後我就聽到旁邊 連護士都噗嚓都笑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就說 我沒有覺得我很年輕 但是就是 因為我是工作的關係 所以才這樣子導致這樣 我不是覺得我是 就是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那時候被 講到整個就是很羞紅 我就是整個臉就開始發燙 對 我就覺得說 雖然是民意 但是你講話可以不要這麼的 對 就是直接 然後就真的有傷到 我小小的心靈 然後還有一次 我必須要講一下 這個是陪我爸 那時候他心肌梗塞 然後他已經在病房裡面開刀了 可是因為就是 他也是民意 就是我爸的心肌梗塞 他是給民意開的 然後我跟我哥 就是在家屬的後診室那邊 因為我們就閒著無聊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查一下 他每次做心導管手術裡面 那個支架 因為感覺好像有很多類型 然後我們就在查... 然後查了就 這個好像不錯 然後評價也都很好 很多文獻也都說 這一個款式的很好 然後我們就趕快 就跟護士講說 可不可以跟醫生講說 我們想要做這個 然後那個醫師的臉 湊到一個不行喔 他說 來 你是要講什麼 我們就說 我們這樣往路上查到了 這個支架好像比較好 我們可以用這個支架嗎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在哪裡 就是意思說 我們現在在哪一家醫院 你現在在什麼醫院 然後你在我的醫院 然後你去說別人的 就是那個品牌是 別的醫院研發出來的 他說你說 別人的那個好 這什麼意思 你在挑戰我們嗎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們家屬的立場 不是你們醫院 自己紛爭什麼... 我們是只是想要我爸爸 用最好的東西 然後最適合他的支架而已 然後你為什麼要有 那麼情緒化的感覺 然後就是說 你現在在誰的地盤 然後你講這種話的意思 醫生可能不高興說 我都已經要做了 你才突然跟我說 用換一個牌子 可是這個雙方應該都有一些 誤解 對 應該是正常 就很早就溝通好了 一般現在醫院 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一般 比如說支架有五種 兩種是健保的 另外三種是自費的 那兩種健保是全國 有在做支架的每一家醫院 通通都會有 可是另外三種自費的 就要看這家醫院 跟那家廠商有沒有進 有沒有進這一支 用哪一家的 對 所以我們在 像我們醫院的心臟科的醫師 在解釋說 因為要解釋這個問題 實在太多了 所以他們外面 就會有一個板子 說我們醫院提供 以下幾種支架 每一種的好處或壞處 價錢都寫得清清楚楚 你看了就來 那當然不要說 我們只有 A B C D 你跟陳希律一樣 進來就說 我就跟你說 我只有A B C D 沒有1的選項 那不行啊 你跑到玉龍說 要買賓士嘛 對啊 什麼 對 他們我就是要賓士 你為什麼沒有賣 不是開車行的嗎 我們有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